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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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时速350公里 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 经护铁路通道贯穿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安徽 江苏上海七个省和直辖市 连接中国环渤海和长江三角中两大经济区 这四省三市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5% 人口占全国的4分之1 GDP占全国的40% 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最具权力的地区 这一工程建成后 金户铁路通道可以实现客货分线运行 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金户通道运输能力长期紧张的状况 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整体效率 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既有的金户铁路是一条百年老线 2007年既有的金户线平均每公里的客货运密度 分别是中国铁路平均密度的5倍多和2倍多 处于极度饱和状态 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奥运火炬传递 泰国公主施林通昨天晚上在曼谷梅南河畔的 宾河广场主持晚宴 欢迎于当天早些时候抵达曼谷的北京奥运会 火炬接力运行团队 宴前施林通公主与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孝宇 及运行团队成员亲切交谈 他表示非常期待出席8月8号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并相信奥运圣火曼谷站的传递 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蒋孝宇代表北京奥组委向施林通公主赠送祥云火炬 并感谢这位中国人民熟悉尊敬的老朋友 对北京奥运会和圣火传递的祝福 奥运圣火传递泰国站筹委会主席 政府副总理沙南指出 泰国能够从全球200多个奥运会参赛国中脱颖而出 成为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经过的20个国家之一 对泰国来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 泰华农民银行为晚宴准备了 蛟龙迎圣火等精彩节目 以表达对北京奥运会和奥运火炬传递 顺利成功的祝福 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环 以及80名曼谷火炬手 曼谷市政府和泰国体育部门等 政府机构代表约300人出席了晚宴 另外按照计划圣火将在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3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从曼谷唐人街耀华利路的中国门开始传递 届时80名火炬手将完成长达10.4公里的传递 祥云火炬即将在美丽的天使之城掀起奥运激情 下面来游览一下经过精细设计的火炬传递路线 北京奥运圣火将从曼谷唐人街耀华利路中国门开始传递 对于这个起点的选择泰国副总理 奥运火炬接力曼谷站筹备委员会主席沙南表示 火炬从中国门启程 预示着泰国政府对北京奥运的祝福 同时也是对广大泰国华侨华人的一种尊重 穿过一公里长的耀华利路 祥云火炬将拐至另一条唐人街石龙军路的西头 随之进入泰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金碧辉煌的大王宫御佛寺 处处都表现了传统泰国佛教文化的精髓 在大王宫门前火炬将踏上曼谷的长安街五马路 五马路是曼谷最古老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两旁大都是国家重要机构和单位 在五马路上 祥云火炬将一路经过王家田广场 大礼院民主纪念碑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总部和云十四 来到泰国国王普蜜鹏目前居住的吉拉达王宫 之后北京奥运圣火将经过律石动物园 国会大厦阿南达王宫 最终抵达传递路线的终点 武士王铜像广场 路线全长10.4公里 共有80名火炬手参与传递 泰国方面对于北京奥运圣火 今天能够顺利完成传递表示出了信心 泰国奥委会主席在接受本台戒指专访时表示说 绝不允许破坏火炬接力的事情在曼谷发生 我们听到了伦敦和巴黎的消息 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暴力 不应该有这样的暴力 我们感到很不愉快 在我们曼谷不会这样 萨奇巴帕认为 奥运火炬接力是团结世界人民的象征 泰国对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高度重视 我们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两国 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泰国人民和泰国奥委会 都全力支持中国的奥运会 结束在曼谷的传递以后 北京奥运圣火将前往境外传递的 第13站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并且在21号开始在那里的传递活动 马来西亚奥委会17号在吉隆坡举行新闻发布会 奥委会副主席杰加提山表示 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吉隆坡的传递的准备工作 已经就绪 传递活动将按计划进行 吉隆坡最近经常会在午后下雨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以及马来西亚奥委会 对此已经制定了充分的雨天应急计划 比如说我们在起跑仪式和这个终点的庆典会场 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个帐篷 会做这种防雨的措施 在中途嘛 一般的雨应该说 不会这个火炬本身是不会受影响的 马来西亚奥委会副主席杰加提山 以及马来西亚奥委会秘书长谢国际都表示 马来西亚奥委会为迎接北京奥运圣火 已经做了大量准备 马来西亚政府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 以及奥运火炬传递 吉隆坡圣火传递火炬手 中国流马学生王吉表示 观看奥运火炬在吉隆坡传递的中国留学生 将达到2000人 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圣火的准备 然后呢我们在积极准备一些条幅 国旗呢这边我们大概已经准备了400面左右 闭幕式呢是我们这次观摩火炬的重中之重 大概有1000多人在闭幕式现场 此外马来西亚电视台也将直播奥运火炬 在吉隆坡的传递活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迎来首场测试赛 超过2万名观众现场观战 系列测试赛共10万张文票销售有空 韩国同意放宽进口美国牛肉 遭到了韩国国内养殖业强烈的盾 给品位非凡的男人 喜怒儿男装 走进春城昆明 月进人间春色 古月传家酿千年品滋养 懂滋养好享受 品古月龙山 国翠黄酒 古月龙山 刚经核